近日,肖战、杨子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小田剧《余生》,请多指教迎来大结局,保持了一直以来的超高热度和收视,画上了圆满的句号,自余生播出起,在各平台上的数据就遥遥领先其他剧作品,直到收官都没有从第一的宝座上跌落。 最后的大结局,更是获得了三网收视率破一、卫视收视率第一等好成绩,全方位展示了实力,这部已经被羁押了三年才播出的剧,能够获得这样亮眼的成绩,自然是非常不容易,与两位主演的号召力和话题度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 余生的收官之日,肖战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篇长文《告别顾位》这个角色,满满的心意和认真的姿态令人感动。 自2020年的那场风波发生以后,三年来,肖战从未间断地遭受黑粉攻击,以智芳甚至狙击肖战的资源,不管是商务还是影视,并制定目标是努力让他社会性死亡。 甚至作为小甜剧的余生,也间接压箱近三年定档一再延后,即使如今时隔三年,肖战在看自己的表演时,还会审视反思,寻找着自身的不足,对专业保持着敬畏之心。 他甚至已经对类这件事充满感激,宁愿在外界的关注和鞭策下继续前行。 这样的肖战是令人心疼动容,又深刻理解这种不义,因为正是这种不懈的坚持,他迎来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。 而余生顺利播出,成为了肖战首部上新作品,这无疑是为肖战注入了一记强心计,也堂堂正正地证明了他的实力。 据不完全统计,在余生正片播放出现的广告中,有将近20个肖战代言的品牌,来给自家代言人助威。 2022开年以来,肖战连续收获四个代言,经历过低谷的人,在面对机会时,会更加全力以赴。 相信已经走出阴霾的肖战,今后会更加努力,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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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